所以,接下来,我们原住民在过去是不被受重视的一个族选,还在外,听说我们本来是在平原地带,但是因为人家来侵入到我们这个土地是帮我们赶走,那我们也是很单纯的,就既然人家不讲有枪啊,有东西,帮我们赶走,我们知道用火山上跑,就是为了躲起来。 没想到原来山上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东西,一些食物啦,或是动物啦,那这就是在过去的一个变迁的通关乡,原住民是怎样去过我们的生活,所以我们常常在歌声当中,或是在那个环境当中,我们用歌声来说, 所以,这首歌叫Ly Su,Ly Su是在台湾主来讲,是非常有的那首歌,是祈求的,他拜托,当然啦,这种拜托是说,很求上帝帮助我们,当然这个今天的内容是,另外一个年轻人所唱的一个,对部落的情形,跟对现在的改变文化。 因为,他在乡上的时候很辛苦,在工作,可是,有人好像有听到一些声音说,哎,辛苦啊,到底是谁在共心,他的确是很辛苦啊,很累啊,可是他又看到一些年轻人,有的人到都市里面, 你们说,原住民会杀人,其实我们只杀了一个人,无缝呢,知道吗,我们只杀一个人,无缝而已呢,没有其他,没有杀别的人呢, 就你们就把我们列入,原住民会杀人,其他也会杀人,日本人也杀那么多人,对不对? 可是,这个就是一个,原住民在文化的一个承担中,比较低的时候,就会被这种强制压迫,所以专门写历史的人,就把这些历史改变一下,就破坏了整个原住民的形象。 其实我在过去高中的时候,我也是受到当时的执政党,说什么非常好,当然我们就加入了嘛,加入了,哎, 所以,请问,大家都一样啊,没有什么很特别嘛,都是差不多一样,只是说,一直没有教导我们,怎么样去用吊杆去吊, 这个是蛮严重的,我来到都市里面后,我发现,真的我们要自己醒悟过来,去了解自己的文化的背景, 然后去慢慢发现,到底为什么会这样,我们的常常的知识,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, 因为过去,一些不良的老师啊,警察,就得派到山上去,对不对,因为山上没有坏人, 只有一些会喝酒的人来啊,所以原住民在我们的部落里,很少听到部落里杀人的那个悲剧啊, 只有车祸啊,和酒醉啊,都是不小心从田里跌倒的,才有啊,所以我们在,来到都市的时候才看到,才听到, 可以随便杀人了,这个真的,不高兴就可以杀人了,这个人,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,是个非常不明确的事情, 好,那我们先用这首歌来,让他们听一下,你可以用,进入这个旋律的一径, 这个感觉,不管你歌词听不懂,听得懂吗,因为听得懂,你就进入这个歌谣曲子的那个一径, Wenhaji 歌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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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祈祷